好,大家好,我是杨姐 现在镜头里面的这一盆秋莉,大家看一下 下面的叶片又非常多了 需要给它进行露叶片了 大家一直说,叶片不要露 不要露它就不会长老干了,大家看一下 你看,底下的叶片不露它其实也会消耗掉 而且对你的植株还造成很大的影响 你看,下面的杆都是绿绿的,很明显的 这时候有些底下的绿绿的,它就会自动的干掉了 既然它会干掉,我们还不如给它露掉 大家看一下这里一整把,每月的这些叶片 就是多了,越露越好看了,就是这一次了 你不露,冷不定它有的时候还会生病 就是长虫子太密的嘛,叶片 有一些太阳一露 有些绿绿就奶侵害它了 就你看见了,这些像这些很会生长的多了 然后往下秋栗呢,淡雪呢,止热呢 都要及时的给它露叶片 然后它们长老干了,干吃,长粗壮了 它们就很容易粗壮它 这都是我自己叶长苗的 你看一下,叶长很快啊 去年那个夏天的时候种的 有看过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我只是有几株啊,几株种进去 这一款多了,我就买了砍头的 还有两株就是一株五块钱的那一棵 就是种在自己家里的那种大缸里面 都是那些繁殖出来的啊 它主要就是说很会长,就是很容易长的 所以说你说这一款多了,秋栗你在你家里不会长 那肯定就是水多了,浇水这样厉害了 我发现很多朋友啊,跟我聊天的过程中 就发现它们浇水超太厉害了 所以它们的多了有的时候就不长了 大家都以为啊,植物都要多水 但就是多了它不喜欢啊,水 它是洗干的 甚至可以说越干越好 他也能说我多了是干死的,我不觉得 越干越好就是这一次了 你说多了都能够经历一下天我那样 呃,纯露氧的不遮氧 不遮雨的那样的多肉啊 它会耐多少的高温自己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 你看看,我露碗大家就知道了啊 露叶片有什么好处 露一下清爽多了吧 这时候,呃,干旱啊,就是这几天不是都是清好的天气 这叶片挺好露的啊 也不是那么脆 但是它露的时候,其他的叶片 不会那么脆,碰一下就丢 我这里面还有一株,应该是克罗伊啊 但是也是一个朋友送的 然后我就种在旁边,没地方种了吗 看看这里比较,呃,稀 然后就种进去了,大家看一下底下 因为它的叶片丢下去的那个,都晒干了 看一下,是不是露清爽,露清爽了 嗯,就瘦身,给它们瘦身了 夏天了吧,是不是,热了 要给它们进去瘦身 这个,我觉得克罗伊这个很会长花间 都是花间啊,早上都,就露了好多花间啊 有的人说会露到什么程度 露到剩到我觉得,呃,留两三层 两三层叶片就可以了 嗯,这株啊,慢慢的都长成脑桿了啊 大家看很快的,半年时间,它们都长成脑桿了 我们再给它及时的撕叶片 就更容易长成老杆了 来看一下你这些嫩嫩的杆 你不给它撕 夏天就不能度下的 不容易度下的 这时候要给它立点 你要想多漏度下 这时候就给它遮阴 那就不容易了 但是有的地方已经说三十几度了 你们觉得要给它遮就给它 我今天就是还在做事业 也在做事业 不会那么早给它 这样我还没买回来 我老公说不要这么早买 一买回来就想过 然后过完又要让它拆下来 这样我就说 你就不要那么早过了 过了然后又怕多漏没有太阳 又怕它同胀 又要让它拆下来 去年大家也都知道 我今天我还没买回来 准备五月份的时候再买 这样 是不是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录一下 能够看到底下了 清爽多了吧 所以说大家要大胆录 小大胆录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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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片 我一直拍这样的视频 不愿其反的跟大家说 所以大家应该懂得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谢谢大家关注 喜欢的可以收藏转发 拜拜